我喜欢手表的原因可能是因为 我很喜欢的女生的形象 都是那种西装手表 所以慢慢潜移默化 就是长年代手表 我手上的这一盘 劳力士的它的这个表盘 它其实是会更周正 但我这个其实是一个二手的 因为其实这个应该是绝版了 是钢表带 然后我是把它换成这种皮表带 然后再来就是百达斐利 百达斐利其实大家比较知道的 应该就是鹦鹉螺 但我发现我带钢表不好看 所以我当时是看到了 它有一个皮的 刚好它是我比较喜欢的颜色 因为我确实觉得它配色做得很好 百达斐利的表 它的线条感其实是比较机械感的 可能我的这个配色 让它这个表看起来没有那么男生 墨绿色啊卡其色啊 然后牛仔什么的 我就带它会比较多 我感觉Fenty的这个手表 已经买不到了 十年前第一次给红妈买的一个手表 红配金然后用白底盘 是我觉得很美很美的配色 我当时看到它的时候就想到了红妈 但我发现妈妈不爱戴手表 最后妈妈这块就留给我了 它是整个贴合我的整个手臂的 我对这个手表是有感情的 非常记得我那个时候戴上它的样子 因为它那里有好多块 但是我就一眼想中它 这个表带已经用到就是旧到不行了 一直没舍得换 现在跟大家分享的这些表盘 其实已经有越来越稳重的感觉 但是你知道我以前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我以前买的手表都是这种 我以前就喜欢这种大而浮夸的东西 十几岁的时候 我很爱漂亮 那个时候老师是不同意你 在视频去上课 所以我就带手 讲一下